無所畏懼 贏為有名 台北市政府自殺防治中心 藉由9月10號的世界自殺防治日 邀請HBL明星球員和市長蔣萬安 一起直播 除了提供民眾自殺防治的諮詢管道 也分享如何疏解壓力的方法 我們都會遇到失敗 遇到挫折 但失敗為成功之母 從中修正問題的錯誤 我們都會變得越來越好 在剛剛比賽裡面 每當我能阻擋對手的攻勢 或是幫助隊友得分 我都覺得自己很帥 除了打球可以讓我很放鬆 很紓壓之外 也可以讓我更有自信心 然後除了打球 我也喜歡打電動 釣魚 然後到大自然走走 這也都能讓我很放鬆 就是每當我在場上遇到挫折的時候 隊友鼓勵我 然後支持我 然後讓我有重回信心 然後更有動力 我就是感到很舒壓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這項運動 很喜歡這件事情 所以當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想要把我的目標去做完成 然後去盡力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當我每次就可能遇到挫折 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很聽音樂 然後去球場動動 然後多讓自己在運動 在球場上自己熟悉的地方去活動 然後跟朋友情緒 很想的 好 這次拍片 我覺得我很輕鬆 因為我只是站在旁邊當教練 球員們其實很辛苦 當然最重要這次拍攝的過程 大家可以看到 主要是讓我們的選手 他們在球場上面拼戰的精神 到最後一刻 那特別是有一方 他們在落後 但是我們選手 他依然不放棄 那面對困境 面對挑戰 他們無所畏懼 而且會及時的尋求隊友的協助 大家齊心協力 那最後 反敗為勝 所以這是一個 用球賽來做一個比喻 就是在年輕朋友 日常的生活當中 不只球賽 在課業上面 在人際的相處 在社團上面等等 都會碰到很多的挫折 困難 但是永不放棄 而且尋求朋友的協助 大家一起努力 共同面對一起克服 我想這個是我們拍攝 這支影片最重要的目的 北市府表示 2023年北市自殺死亡人數 雖然有下降 可是24歲以下青少年族群 卻有上升趨勢 原因包括人際 課業 疾病等 衛福部有統計去年 我們全台灣自殺人數 來到3800多位 那其中青少年的自殺人數 也持續的攀升 這個確實讓我們非常的憂心 也更加的重視青少年自殺的議題 那剛剛影片大家也看到 對於青少年朋友 他們心裡的健康 常常不管是科業上面 人際的關係 或者現在網路發達社群媒體之間 同儕的互動等等 確實造成年輕朋友壓力很大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都再次的呼籲 所有爸爸媽媽 身為家長也好 親人也好 或是朋友 多關注身旁的青少年 當他心情郁悶 覺得孤單 焦慮 我們都應該更主動 積極的去關心 去傾聽 去陪伴 及早的求援 讓專業的心理諮商的意見 能夠進來 當然也要跟青少年朋友講 當自己覺得不開心 心情煩悶等等的狀況 也應該主動的 不管是找親友 或你周遭的好友 死島 跟他們聊聊天 一起出去走走 都很好 那台北市 我們是第一個 成立府及自殺防治中心的政府 所以我們非常重視 而且也很早就進行跨局數 不只是衛生局 社會局 教育局 警察局等 全力的 來進行自殺防治的宣導 那另一方面 我們也在今年的二月 中正區心理衛生中心 我們正式成立了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諮商門診 就是讓很多的孩子 年輕朋友 當有需要 可以有單一的窗口 及時的取得專業的諮詢服務 所以在這邊我們很希望 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都能夠 實際的行動 來成為青少年朋友 生命的守門人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 透過這樣的記者會 以及等一下 跟這些年輕朋友的分享 能讓更多的朋友 還有線上收看的朋友 更重視我們自殺防治這個議題 蔣萬安與五位 HBL明星球員共同拍攝影片 希望青少年們 透過規律運動的習慣 藉由運動增加血清素分泌 維持好心情 排解負面情緒 從而確立自我價值 提升身心健康 有請蔣市長跟我們 記者旺君 台北報導 還有我們五位HBL球員 我們五位HBL球員 我們五位HBL球員 感谢观看